住居二号再次成功发射 这次是摇山 这次我又在现场 在确认了导流超亚洲 一般人不给做之后 我只有乖乖地回到了止空大楼里面 这次的发射还是那么的帅 甚至按很多朋友的说法 是帅的吊渣 注意是字面上的吊渣 随着火箭腾空而起 大块大块的白色碎片 从箭身上飘了下来 仿佛是撒下的船单 但它们怎么可能是船单呢 它们明明就是泡沫 用来为舰体保温的泡沫 之所以要为火箭保温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保护火箭里面的 各种胶贵的电子元器件 它们对温度较为敏感 一般要控制在 十几度到二十几度之间 过高或者过低 都会导致某些部件出现问题 而朱雀二号摇山 这次的发射场 是位于戈壁的九泉 即使是在白天晒着太阳的时候 温度也在冰点附近 更别提夜里面了 我们去看火箭的时候 都要裹上厚厚的棉衣 那你说火箭它要不要裹呢 当然是要裹的 尤其是考虑到整流罩里面 还有着价值不菲的卫星时 顺带说一句 这次的朱雀二号摇山火箭 是一箭三星 里面装着的是 两颗天仪的卫星 和一颗红琴的卫星 我专门问了一下 这三颗卫星 其实还远远没有撑满 朱雀二号的有效载荷 本质上这次的任务 还是测试 发卫星只是顺个遍而已 可见朱雀二号在蓝箭四季的眼里面 那是已经相当稳了 当然在这次发射之后 明年的朱雀二号就成为了 正式的商业火箭了 可以批量化的接单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泡沫上面 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 给火箭助箱里面的低温燃料保温 或者说是保冷 朱雀二号是一枚液氧甲烷火箭 其中作为氧化机的液氧 必须要保持在零下183摄氏度 才能够保证其稳定性 而液态甲烷的温度也需要维持在零下162摄氏度以下才行 虽然这些燃料只会在发射准备的最后阶段才会加注 并且在加注完之后 往往还会采用液氮等冷却剂循环起来保持低温 但是裹棉袄依然是一个经济又适用的方式 当然是要用上的 那你可能会问啊 这些棉袄一发射就会脱落 是裹的不紧还是质量不行呢 其实都不是 它是故意为之的 火箭没飞之前 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但是火箭一飞 它就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了 缺点就是占了重量 而且两者一比 好像缺点还要更大一些 那干脆就把它设计的当火箭一震动 就能够轻松震掉的状态 于是缺点就不用再上天了 算是在我们自己的火箭发射时 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吧 当然肯定有人就会说了 你看人家猎鹰9号发射的时候就干干净净 难道它的火箭不保温吗 还是说人家的泡沫更结实呢 这个问题嘛 答案是人家用的材料确实跟咱不一样 009号上面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之为 Pyron的极其耐热的材料 作为其表面图层 之所以用它而不是传统的泡沫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要重复使用嘛 你想用泡沫的确是便宜 但是每次回来每次都重新给连上去 不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吗 因地之一就是这个道理了 好在让我们大胆的猜一下 朱雀3号应该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吊渣子了 因为它也是一枚可重复使用的 并且还是不锈钢的火箭 终于啊 好消息等来了 在朱雀2号摇散发射之后 这枚下一代的火箭官宣了 咱们来看看它的技术细节 直径4.5米 朋友们 4.5米啊 总高76.6米 一级上面挂着9台发动机 二级上面挂着1台发动机 极飞重量660吨 起飞推力900吨 近地轨道的雨条载荷 在一次性任务时呢 是21.3吨 在一级回收时是18.3吨 全舰皆用 不锈钢打造 届时既可以路上回收 也可以海上回收 预计只需要等到2025年 惊不惊喜啊 所以咱们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火箭 真的是快来了 你看在朱雀2号的工位旁边呢 已经搭起了一个小型的测试台 在这里即将进行的 就是一个垂直起降测试 火箭从这里起飞 降到对面的那个平台上 好了 还用说什么呢 期待蓝舰还有其他中国民营航电公司 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吧 这是中国的火箭发射 这是美国的火箭发射 这是俄罗斯的火箭发射 这个是日本的火箭发射 看到区别了吗 跟前三个都是把火箭垂直着射出去 不同日本人发射火箭啊 是斜着射出去的 为什么 其实啊 所有火箭在升到一定高度后呢 都是会改变角度的 它们一般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滚转 一个是转弯 滚转的目的是 把自己的正面调整来对准轨道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由于发射场的方位都是固定的 所以每次火箭从这里出去时呢 肚子和后背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可是要去的轨道 它并不是都一样啊 于是它们之间就有了一个夹角 滚转就是在消除这个夹角了 你看航天飞机滚转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啊 当然也有例外啊 俄罗斯的发射台呢 是可以旋转的 所以他们在每次发射前 都是可以把火箭转正摆好角度之后 才上天的 后面就不用再滚转了 好 另一个呢 就是转弯了 我们一般称之为程序转弯 国外一般叫做重力转弯 其实确实是在利用重力啊 此时火箭会从垂直向上的姿态趴下来 把自己转到一个跟地面较为水平的角度上 斜着飞行 从而节约火箭燃料 你看一滚一趴 将两个动作分解完成 简化了操控的复杂程度 也就增加了成功的概率嘛 那为什么日本的火箭不这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啊 源于历史 二战之后 日本宪法明确规定 不得发展出自卫以外的进攻性武器 这里面当然就包含了弹道导弹嘛 而火箭 它不就是个披着马甲的弹道导弹吗 日本既想要发展火箭 又要避免它成为弹道导弹 怎么办 那就回到自宫呗 把火箭里面的制导设备全部拿掉 只在最上面一级入轨时 非要用到的情况下 最小限度的做了保留 才避开了宪法的限制 可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前面说到的滚转和转弯 它就都完不成了 因为那些都必须要有制导才行啊 所以日本人干脆这样 一开始就把抛物轨道的角度给算好 直接斜着射出去 利用尾期来稳定飞行 在精确的时间点和精确的位置 完成一系列分离自选点火的动作 最终还真的就把宅河送上了轨道 也成功的让自己挤身全球 第四个能够用自己的火箭 发射自己的卫星上天的国家 还是相当厉害的 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 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 也一路跟拍 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 因为想要拍下它们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 都是怎么拍出来的 其实我最好奇的有两点 一个是近 一个是远 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 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 是怎么拍出来的 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 捧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 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 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 另一个就是远 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呢 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 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 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 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 好一个个来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 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种 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 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 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发生了些什么 比如引擎点火 脱离支架 姿态调整 助推器 分离等等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 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最最重要的关键证据 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 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火箭下面 在火箭的四周 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 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啊 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 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点火瞬间的状态 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 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 但其实就像画面里面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 在烈焰之下 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 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 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 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 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由十音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 通过跟前望镜类似的原理 安全地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 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 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 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的掌握火箭 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 那么上天之后呢 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 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 就是焦距越长呢 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 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日常生活中呢不要乱用哦 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 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 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 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它看起来呢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 焦距往往要达到一万毫米以上 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 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焦距越大 视野范围也就越窄 而火箭又跑得飞快 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摄像机 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 想想你也知道啊 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 就能够完成的活儿 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排出效果 NASA很早就在开发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 甚至找过了它自己的历史 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伯 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系的那位 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 于是汤伯的团队就把一台二战中剩下的M45防空机枪塔 做了一些升级改造 用两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天文望远镜 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 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 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火箭的飞行轨迹 一边手摇摇柄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 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打下来的攻击者 如今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 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还真是可以说遍就遍 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NASA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 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 从手动变成了自动 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 而拍摄的火箭也从老套的NASA样式 变成了科幻的SpaceX样式 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 你们注意到了吗 神舟13号在发射期间 地面测空站在汇报监测状态的时候 不断提到了一样东西 USB正常 青山USB雷达跟踪正常 东风USB跟踪正常 青山USB USB跟踪正常 所以此USB跟我们电脑上面的USB 到底是一个东西吗 当然不是 神舟13号上面的USB 是统一S波段系统的缩写 由英文Unified S-Band翻译过来 保留首字母之后就成了USB了 正好跟电脑上面的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 USB撞了个车 但却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天上的USB是航天器测控和天地数据传输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个咱们可以从第一次载人登月直播讲起 1969年7月20日 阿波罗11号载着两名宇航员在月球上成功着陆 阿姆斯特朗代表全人类在月球上面踩下了第一个脚印的画面 通过电视直播被6亿人同时看到 由此激起了一轮太空探索的热潮 但其实就在几年以前 当NASA着手研发能够将人类收藏月球的火箭和飞船时 还没有几个人是真的相信的 因为那个时候 就连上过禁地轨道的美国宇航员都屈指可数 想要登上月球也太狂了吧 所以无数的质疑就向NASA涌而过来 它要是不能尽快的清晰的明确的证明自己可以的话 那么就要面临着随时被讨伐的危险了 所以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呢 当然是将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的画面给直播出来 虽然那个时候的NASA已经可以用无线电同飞船时间同行了 但是代价却不小 它用到了很多单独的天线 来分别发射语音、遥测和耿踪信号 所以既复杂又笨重还不那么的可靠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硬要往里面插进去一个视频画面的传输的话 不是雪上加霜吗 于是NASA就痛定思痛 干脆趁此机会开发出一个全新的通信系统 一揽子就把问题解决掉算了 这个就是USB了 统一S波段系统 它可以将原本使用不同频率和不同天线来发射的信号 调制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单独的S波段信号 使用一个天线来发送 是不是就轻别很多了呢 等到了接收段再来一次解条操作 就能将原始的遥测指令声音和视频等信号给变出来了 阿波罗11通过它 先是将信号发送到位于澳大利亚的追踪站 然后到了这儿 画面被解条出来之后 转换成标准的广播电视信号 再通过微星发送回休斯顿的控制中心 接着就能够从这儿向全世界进行广播了 好了 这就是USB 一句话总结它就是天地间数据通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好是好 但也有缺点 因为S频段的带宽交载传输速率也较低 所以就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火箭和飞船数据回传的需求了 其实别说现在就是当年的阿波罗11 也是在对视频信号进行了大幅压缩之后才实现回传的 你看它的画面并不流畅对不对 就是因为采用了省流量的低频扫描来拍摄的原因 那到了现在问题岂不更加严重了吗 的确是这样 所以还有别的方案吗 当然是有的 这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KA频段高码率天机测控系统了 它已经在2020年12月长征8号摇一运载火箭的发射过程中成功的进行了实验 可以做到发射全程无盲区的摇测覆盖 并且直接就把数据传输的能力提升了上百倍 这是由于跟USB使用的S频段不同 KA频段的频率较高 所以可用的带宽也较高 就能够装下更多的数据了 而且它的速率也较高 所以数据传输的也就较快了 每秒可以达到上百兆 综合起来就带来了质的飞跃 伴随着我国越来越大的火箭和越来越频繁的太空探索任务 这项新的技术也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一起期待吧 最后考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 火箭发射前的倒数 它究竟是走个形式呢 还是确实有所意义呢 留下你的答案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